本集節目由SERVERSHOP VPN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 我是Kevin 記者特輯每次推出都有人敲完很多名單 但是有些名單在概文看來 都會瞬間疑惑跟嘴軟一下 他們真的算決定智者嗎 所以在第四集 我把那些我覺得他雖然打著智者名號 但我根本不知道他做了哪些事情 來凸顯他的智慧高超 甚至有些人還只會丟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了 操操解釋為什麼他知道 甚至還有人打著絕頂智者名號 表現卻不如玉琦 揚岩扳倒素還真 最後都被素還真牽著鼻子走 今天特輯就來回顧這些 不是很高登場的智者 但表現卻不如玉琦的經典人物 在不帶戲世界瞬間移動不算什麼 但是這些智者為什麼都能在家裡 就可以提前得知訊息 搜集硬迪情報 身為觀眾的我們 該怎麼在現實生活中也辦得到呢 除了去跟編劇當朋友外 另一個方法就是使用 SertShop VPN 可以讓我們輕易轉換IP位置 飛到其他國家 解鎖那些沒辦法在目前地區看到的影劇 或者是你剛好在外鄉 因為地區限制 沒辦法收看最新劇情 你都可以透過VPN 瞬間回到台灣 解除地理限制 在對應時間也可以收看最新劇情 消息完全不露街 讓你就算在易通道 也不會被黑衣人攻擊 讓你平平安安獲取 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 就算在家中 還是能 掌握文武半邊天 就算一人三話 也不怕被攻擊 因為一個帳號 可以多裝置一起使用 瘋狂展開 那已經有那麼多YouTuber 都已經宣傳到你會背了 在接下來這段 你可要仔細聽啊 現在點擊專屬連結 輸入專屬優惠碼 Gavin OnAir 就可以享有雙11專屬優惠 還多送你5個月免費使用期 不滿意的話 還可以在30天內退款 感謝鯊魚爸爸 終於看到我們了 首先第一個要編的對象 就是呼聲很高 活躍在霹靂幽靈劍時期的 智慧之星御天機 剛出場的時候 逼格高到不行 智慧之星耶 就連當家一哥 都不敢頂著這個頭銜 甚至還讓肅蘭甄 與一夜書假裝反目 排布百年大忌 由一說一 還是堂皇雅富的時候 御天機的表現 確實可圈可點 但隨著夜少拆外傳被腰斬 御天機的智商也一起被腰斬 從此以搞垮肅蘭甄為人生目標 被血靈摩尊 用三色龜龍 也就是讓靈妹三尺把 這三個中階主管去扛轎子 請回魔玉之後 智慧之星開始智慧崩壞 以前成千穩重的御天機 開始力求發光發熱 結果方法就是用恐怖手段 血精尾控制手下 還讓唯一中心的血壓 去監視打小報告 科普一下 血精尾是御天機不破殺招 效果是能直接精神操控對方 還能讓對方腦袋炸裂 魔鬼之御 魔鬼之御 御天機核心思路就是要用死速寒針 所以就要先解決他身邊的人 雖然已經有無數反派 證明了這招壓根沒用 但御天機其實還玩得不錯 狂刀退影 安排夜小猜與劍軍十二恨反目 到這裡都還OK 然後智慧之星就開始故障了 讓血壓去解決這時候露頭的陣道 血羊空傑被殺 不過我就問 去殺血羊的實際用處能幹嘛 要殺也是殺紫陽 反正他之後還會復活 甚至空傑都是假死 想掛掉祠郎 結果因為黑暗道太黑失敗 安排蘇蘭真一夜書大打出手 結果人家是裝的 看起來御天機表現得都好像還可以 為什麼會說智慧崩壞呢 因為整局唯一成功坑到的 好像只有被孫子 跟腦衝佛門禁武的夜小猜 所以御天機在得知夜小猜被禁武時 他的反應讓我驚呆了 你要不要聽聽看你在說什麼御天機 你那麼努力就只搞定一個夜小猜耶 你好意思在那邊哈 結果想殺夜小猜 還被蘇蘭真輕鬆破解 再來就是御天機魔獄生涯最大敗筆 這老兄竟然肖想無敵戰龍 還特地綁來慈郎下了血精尾 結果想不到吧 肖翔子能解不解殺招血精尾 最後什麼也沒拿到 然後後來 雖然就為了救金小開中血了 其實這部老素真的不會中 但是御天機就是賽道了 所以御天機的不破殺招不是解精尾 是金小開吧 在雖然真搂碎的時候 御天機當然是迫不期待的聯絡肖翔子出兵 結果被一頁書一人圍剿 血靈魔尊終於發現手下 不是被御天機處死 就是被坑死 所以御天機這個特聘CEO就慘遭犯了 然後就在俗稱的黑暗期 這個徹底失智的御天機 做了一件最蠢的事情 就是開腦換智慧 把最中心的血壓坑死換前程 看到這裡 我完全不想承認他是智慧之心 因為以前的御天機再蠢 也不至於去殺血壓 但沒辦法 壞人撫養總是會遇到這種事情 尤其他偏偏是智慧之心的名號 御天機之後 除了坑死萬呂絲 跟百里報信後 就沒做什麼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然後就被龍格索羅偷襲致死 一個頂著智慧之心名頭的角色 一輩子急急隱隱想幹掉一哥 結果從頭到尾 根本都在人家算計之中 逐漸從做掉素還真 變成有權利就好 自甘墮落到最後 死而還成為黑榜第六人 慘遭鞭尸 所以我說那個智慧之心的名頭呢 如果說現在的女智者代表是西窗月 那早期提到女智者 我們應該會憂心想到 真王祭登場的女公子 陸光明 其實作為一個彈角 陸光明與西窗月一樣 幾乎經營角色的方式 就是把她當作男生操作 其實這點看起來是相當舒服 因為你不會因為她是女生 而才有什麼樣的設計 陸光明就如同當時的武林群俠一樣 快一名恩仇 以槍岸的實力 一時正哲和清鞭 魔戒等勢力 神秘機 神秘錄著聖誕荒明錄 九連日來 電來賬不公不公 本日 印尖漢鞭 哈哈 將其傳套九連日來火鐵 進攻錄 不 要讓你出鏡 就武力來說 陸光明虐的人 搞不好都比不二刀多 女公子之稱 更正身為女軍師的豪情壯志 但是接下來 我就要來講 她不符合我期待的地方 在陸光明出現的武林 正值七星之亂 公開提名單 更是造成武林內亂之因 然而身為七星中真正的智王星 就是這位陸光明 處處相助東靈少主 不使七星之主 成為武林公敵 所以她才會在公開庭 打死漢青邊人馬 帶走柳依依分散注意力 只是陸光明針對她智慧的描寫 就好像九王座時期 座上分類一樣 你今天領到的是智王星的劇本 所以你就是智王星一樣 陸光明對於智慧的描寫 僅僅是掩護東靈 與真正的七星之主 紫星眉 不論是不是中途換線 決定七星之主是誰 我覺得智王星的設計 應該更適合當代七星之主的其中一位 但陸光明套上智王星 就好像被硬塞上一樣 甚至被紫星眉的排布 讓她促促受挫 就算公開指認 其為真正的七星之主 亦無法得到一頁書的支持 蠻由陸光明解釋東靈炸死主因 但撇除智謀方面 陸光明敢愛敢恨 勇敢的作為 是無法被忽視的 所以在雲吐山上 無法讓陰謀家紫星眉承認罪狀 在不得已下 陸光明以命逼使紫星眉心靈入體 在耶穌面前 當場曝露身份 你不是七星之主 那誰這世 一 幾千里 我用救命 今天怪獎真相代表 呵 羅公明 一雅書農替衝天 幾千里一定做過一雅書的制裁夢 羅公明即死 終於不臨斷來生命病毒 陸光明個性看似溫和 卻帶有雷霆手段的爆裂 在針對苗鋒村儀式 我們可以看見陸光明的柔軟 在邪惡面前 陸光明更是犧牲自己 也在所不惜 但智王昕明後 我覺得東靈跟紫星眉更適合一點啦 創神篇下卻時期 龍剑復興夭世 智囊千玉蟹 被一隻毒箭射死 哦 好 呵呵 呵呵 龍剑在先前求得能財 第五樓中相遇後來的軍師 智囊盜天下 說實在的 這邊如果要酸盜天下的造型 實在是沒什麼意思 因為他初期展現的才能 是優越於大家期望的 至少這位憤青 用行為才能 讓龍剑打破那道名曰階級制度的高牆 讓妖士再無歧視之焚 接納擁流平域 道天下自此決心效忠龍剑 不過仙人的舉動 並非毫無根據 在拆除高牆後 爆發五解疫病 身為一國之君的龍剑 當然希望全力援救那些難民 但是身為智囊的道天下 卻聴查提會的 把難民集中親自焚禁病患 這個舉動是為一國之安 絕對沒錯 但他有更多可以處理漂亮的方式 因為他親自執行 會讓人民懷疑龍剑 並非只單純針對道天下 我認為這是身為一名 為國獻策的智囊 在事前就必須考慮到的要點 但道天下 一面用自己認為對的方式 絲毫沒顧慮龍剑的心情 與即將面臨的挑戰 在那邊說 恩怨可以停息在他一人身上 不論是身為智囊還是同事 我都認為道天下這個行為 非常打妹 不過也還好 他今天遇到的是龍剑 願意承擔同樣的罵名 不然其他謀士出身的將領 不用擬向上人投訴文章才有鬼 政策推動 不用出現主案 當一個酒頭 動手脈雲不明真正時 只要將大酒盤開 你雖然真有獨立 但你深刻是對我有了所利益 萬對中 我需要時間來淡化這件事對我相對 那是我的罪法太過無情 但若果才有相對的情侯不生 我會選擇他就 就算那一天是我任兵 我才會同樣對待我自己 我會用自己的命來背後下人 他就斷行使之下 再用自己的命來過 難道就真正一筆搞笑嗎 我不准你用這種方式來處合我 疫情變完 一來處境北平的秋夏之地 我是要了解處理情侯 由於使用意義 便卿力相助 由於擴散疫情 那就必須斷擊力端 秋夏之地 就由我一個人前往這刻 隨著疫病發源地 起於秋色之地 首領竟是道天下 童年好友安玲兒 為了水源 為了生存 發生戰事 就在龍俭與安玲兒決戰之時 道天下 又去放火燒了秋色之地 嗯 真的 一了白了 放火在這段劇情特別有用 不只放火燒人 也燒遍整個皇朝 為此道天下求死 人是被龍俭駁回 此時道天下再度獻測 就是滅盡秋色之地余孤 一絕後患 其實就國家政策 或是判斷 這是不得不為之事 但造就這個情況的人是誰 就是道天下本身 如果那把火沒有放弱 甚至點火的人不是他 今天會需要做這麼多事情來補救嗎 隨著戰士引至摩西山 暗處的藏魂家族也蠢動不安 安玲兒的反擊 也的確重創了開天皇朝的戰力 為了國座安危 龍俭夜山祭祖靈 引來藏魂家族 借機奪取原初對戒 甚至佈局讓人心人厚的龍俭 欲出兵討伐 道天下動穿 死為敵人所佈的陷阱 試圖阻止 但龍俭仁副戰士 於此皇朝大軍大敗 道天下緊急救援背勤群眾 趕赴戰場帶走龍俭 卻也闖入另一深淵 摩西山 這時道天下為救龍俭的性命 實現自己的刺碟員林 為龍俭岩石 與摩西達成交易 被抽走魂圓 然而大戰中 屬於龍俭的勢力幾乎被滅盡 在藏魂家族 一不做二不休下 再步重重殺陣 引龍俭復約 在龍俭即將敗亡在 玄王窮道手下時 道天下 以身擋下殺招 送龍俭離開 被藏魂家擒住 順便宜 honor 財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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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族廢掉道天下全身經脈 掉在斷魂領 引誘龍檢到來 就在龍檢來到了前一席 道天下因失血過多 氣絕身亡 露心 還沒到你適合 搖晴鬧一斤 這前 竟是自得到歸來的無疾樣 總要驗失天下 天命在佛 特甘是未到任何世面民黨已堅勝 如果道天下说为国付出所有 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但他的做法往往都是采用相对不聪明 又容易留下话柄的方式 尤其他的主军又是一个心肠很软的龙剑 怕一鸣之死 却也导致更多人因此丧命 所以道天下所做的行为 反而装装渐渐 都是让这层伤害无限扩大 甚至在魔袭的挑拨下 间接导致因为藏魂家而起的风暴 却让龙剑亲自灭了整个怪犯妖室 作为一国智囊 这层伤害到天下不得不飞啊 再来是霹雳霞峡10集 哼这10集我可以骂很多 接下来要编的就是 很多人敲碗做他相关内容的 玉龙影视月云生 这边如果你是玉龙粉 盖文在这边先跟你抱歉 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个人看法 在整体霞峰不好看 玉龙影视就是罪魁祸首 没有之一 那个槽点满满的合图实质之二 记九天玄尊之后 最多老身份加身的新人 指导即到先生住宿 铸造阿修罗战火的人是他 地龙印之师 上天界医神还是他 一个出场buff蝶满满的智者新角色 请问他最强的是什么 嗯... 智商吗 算是吧 毕竟玉龙影视 偷看完整档剧本 还要记起来也是需要记忆力的 其实玉龙影视的定位 有点像是要取代素晗珍的武林领导人 只是呢 在我们看来 就是时间不足 没有获取观众的信赖感 然后强加很多技能 就医术来说 虽然这医术很好 也是用了很多档慢慢去铺陈 虽然我是不懂为什么白马纵横受伤时 虽然这没先做处理 硬是要素续人来救治 Buff 玉龙影视一出场直接医神 几乎人来并除 什么都解得掉 尤其跟靖涛君的互动 我真的在想 你到底怎么看得出来的 难道因为你是伊龙 玉龙影视最令我诟病的就是偷看剧本 不是不能看 每个智者几乎都看 但就看作答能力的表现 有些人作弊 你就不会想去抓他的辫子 玉龙影视就是每次作弊 还会都说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都会传256个问号 每次布计都是各种奇策天降 霹雳霞峡里面 没有玉龙影视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有 那肯定是还没看到那边的剧本 玉龙影视真的是最有资格 说我早就料到的人 开玩笑 编剧想让他料到 怎么可以不料到 玉龙影视整体的智力呈现 让你根本不会觉得那是智慧 再来是玉龙影视另一大污点 命神七皇 整体过程异常荒谬 各种人选一直换 是一个选手6个替换 人选更迭之随便程度 已经不是偷看剧本 完全是改剧本乱眼一通 在这边编剧想捧哪些 可以当商品角色的人 通通给我去当宁神七皇 其中作为召集人的玉龙影视 最大的贡献 就是七皇专属阵法 屠龙八戒 这边我就想问一个状况是 怎么在屠龙八戒这件事情 这么随便 甚至这个词 还是霞峰演出过程中才被提到 完全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实际呈现 就是所有人立正站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什么什么皇 然后一群人 就像去月眉玩大海啸一般 一起飞走 当然那个神战问题不只这样 但玉龙的贡献程度也就这样 所以我就问 一神七皇到底想干嘛 到了悬项裂变 玉龙影视 迎来人生另一黑暗期 虽然霹雳天月十集的玉龙 被神战拖垮 为家经历很多人描写 整体玉龙影视的故事 就处于好跟不好之间 虽然打墨伤完全处于后手 但至少像个人 好歹也没看那么多剧本 到了霹雳冰封诀前四集 玉龙影视 堪称最正常的玉龙影视 只是马上就交棒给谭吴玉 收养去了 然后就到悬项裂变再书 原本给我的好印象又急转直下 如果说以前的玉龙影视 是看了整档所有人的剧本 那悬项裂变十集 就是连自己的剧本都没得看 尤其悬项裂变最荒谬的 密室杀人 在一个神仙遍地走 循环不如狗的仙侠剧 逻辑推理 思考物理层面的密室杀人 尤其凶手抓到的方式 嗯 好 推了整整三次 才抓到真正的凶手 然后没有其他剑术 作为智者 那有个强敌对造组 就很有必要 但玉龙在书界线 先是受逆洗园区 纯靠堵 虽然被他摸到 结果还是被书界翼成儿玩死 我说那个智者必备的后手呢 啊前面这么吃力的玉龙影视 换成谭吾玉接手后 整个碾压翼成儿 在多智者设计的悬项裂变 除了为了冲卡丝 我完全不知道玉龙影视 为什么要出来送死 尤其遇上命中宿敌 号称能杀死谭吾玉 &玉龙影视的神皇子 还爆战C位 结果这个BOSS 打了一整档酱油 除了最终战 压根不在乎玉龙影视 玉龙影视 也根本搞不定神皇子 论志不如谭吾玉秒风云 秒风云半途加入 都比玉龙影视在状况内 论五不如书界战魁 拔剑就被吹风策两招秒败 所以我就不懂 前几集铺陈他这么多武力 到底要干嘛 论一还不如玉者 人家以前还是纯武将 论柱也不如姓咪 上述每个人各司其职 玉龙影视到底悬向出来干嘛的 在六十玄奥 还不知道做了什么与目的 玉龙影视就跟夺去的神皇子 同归于尽 不 不 六分签 不脱分分 不留一团 不 不 不 在关幼龙影 将最明文 可是 有什么本文 这次一世中文 幼龙欲听明文 故最终取消一击 不 不 金光 金明 報告 拿珠 高兽 怪 我 驾驼最终期望的一击 包括五票 合在天同地 但是 人有相信一个一击 竟是无的虚 一臂回想 一生文王 豆腐屈是空燕有力 酒仔出生 水晶 消息最終意見 競化必須新鋒 必須技術 雄虎 你也是如我輸送 哪花必須 由兩創劍的心事 比喻既生意志者 中妙鑽絕景 大尾中文 所以這篇是先生你哪位 家裡一起退場吧 同樣是霹靂霞峽峰時期 登場的智者 整體營造就是一個很神奇的角色 雖然他也是逼格逼很高的和圖實質 但剛剛也說了 這10人除了秒風雲 跟戲露在現代編劇手裡 逐漸限縮的情假仙之外 和圖實質演出後 根本沒有幾個可以期待的正常人 而夢靈星出場的最大賣點是什麼 是和圖實質裡面 雷也打不動的第10名 就是那種每次考試 刻意押分的學霸 他給人的感覺 就是像為了讓玉龍對標素還真 所以要有個屬於玉龍的風采靈 但夢靈星的表現 果然很像蝶龍之亂的風采靈一樣 明明理論上智商超高 但完全就是沒有展現出來 阿不過差別是 蝶龍那個是真的失智 但夢靈星就是沒有記憶點 他跟玉龍鬼智的當年糾葛沒有交代 對兩人的複雜情感 讓他假扮鬼智對局玉龍 但問題是 你不說大家哪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做 惡魔之水的局來得荒謬莫名 然後需要一個反轉 才揭露鬼智是他操控的傀儡 靈心浪邀 一人你不只是你, 竟是既無所負 雖後失職 無神以虛無前置一個, 真是我出手指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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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氣龍 拼擾不切, 文英勳, 口中這個將是什麼 要對無人帶來何種影響 哇,好意外喔 我都不知道夢凌星是鬼誌欸, 好棒的安排喔 夢凌星除了造型真的很好看, 有什麼記憶點 兩者來說, 無...完全無... 更何況俠豐的裕龍剛剛也說過 看劇本什麼都知道 莫名星显得异常的不堪一击 尤其才揭露他是鬼智 一切阴谋就好像要展开的时候 他就被清点实质的文太公给解决 结果正版鬼智又出场 接替他继续狼督之举 那正版鬼智有做什么吗 好像也没有 毕竟天月神战线是人尽皆知的灾难 最后跟踪最幸被BOSS拍死在路边的狭路 啊不是 我是说剑狂 跟到迷路不见 我就问何图实质 除了秒风云 跟以前的金甲仙 到底有谁是真正的智者 哦不 我是要问到底有谁是正常人 今天的最后一位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出场打着高期待 演出却让观众大失所望的 问灵天下初登场的周三奇一 今天的主题 几乎是贴着这个角色而定 为什么 明明他在智谋上也表现得很亮眼啊 统御印天皇朝 击溃三教寿命台 控制古武族 无疑不是当时台面上的重要事例 但为什么周三奇一 会让我觉得他表现不如其望 这边几点跟大家分享 一 他是打着少数的女性智者头衔登场的角色 其实在布袋戏世界里面 男女比例几乎9比1 虽然近年有到8比2的趋势 但是在圣诞季末丑中 女性的分量只不过占了一块蛋 然后再从这个分类去细分 小蛋、老蛋、舞蛋等等 在女性比例如此珍贵的条件下 周三奇一打着布袋戏少数的女智者头衔 是背负多少期待的 尤其先前特别规划的女挡角 表现几乎亮眼 所以对周三奇一 我们可是放着无数放大镜去检视 在剧情中 原名凤影铃的周三奇一 未演过往恩仇 而隐性埋名 隐去主命 所以周三奇一的她 面相是与本来凤影铃的她有所差别 而隐性埋名的主因 便是年轻时修炼艺术走火入魔 昏迷不醒 昏迷之间 进入生死之间特殊结界之地中阴界 获得中阴界赠予阴君 就在醒来的那日 当凤影铃布下高阁那时 浮光海事无故半壁山河遭到灭顶 整个海事的人口竟然少了一半 这一日的欢庆竟然变成了哀痛 海事之人见到无故之灾 皆有联想 而凤影铃也与仙师约战浮光案 而战局的最终 凤影铃不知所踪 成了如今的周三奇一再现江湖 说说这些故事也可以发现 奇一在剧情叙述上是一方能人意识 对于她的智慧描述 并无太多可以交代 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点 就是过多的编排场面 让大家都很期待她 在布袋戏装逼登场司空见惯 但是周三奇一出山前 便预知自己将成魔之子 怀破梦的军师 先不论她拿来通灵少女的直觉 人家要找她当军师 光是出山前的梵魂入竭 就有够麻烦 甚至还拉台素晗真一起进入印天皇朝 还硬要跟素晗真凑作堆 成为阴阳首智 就让观众这时候想 你要不要拿点攻击再来说 小姐 当然对抗三角的牌布 是奇一不可否认的攻击 但奇一的计策 皆是利用人的情感扑救 洞察情绪、情感 固然是智者虚有之作为 但思想若书十二不为怀破梦所用 奇一在战事中 有任何可以翻盘的后手吗 显然没有 再来就是致命的第三点 情 周三奇一这角色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对于情的执着 这样说 不是执着情不好 而是仔细思考 那些情 让他的格局变很小 因为过往之仇 不光海誓 无忌先生 先后被设计而亡 合情合理 透过血脉 要怀破梦 找到苏十二 作为皇朝主要站立 完全没毛病 但他完全没有想过 十二的影响 以及那右命的邂逅 让他跟怀破梦 产生了情感联漪 当破梦不为所用 当十二只是听命于兄弟时 印天皇朝 就只是虚设的组织势力 原本作为奇一打败目标的素寒真 在理念上确实不合 但是为了扳倒素寒真 所用计策 跟手段都非常的不高明 反而意外成就素寒真的高度 就当初海誓变故 奇一容不下无忌 将之杀害 素寒真借苍二 借此布局 进入中英界 趁机斩除奇一所用的英军 若说奇一 除了十二以外的主要战力 便是英军 英军无疑是奇一 出道以来的保命符 但素寒真应天命助苍二 前往中英界 整个武林就只有奇一 非常在意 对 这局显然就是为自己而来 但台面上尚有立足作乱 其一却把所有心神都放在中英界 藉由情之牵连 情出花飞花 用以威胁叶小柴 这点我就觉得 难道一方守智 只有这点手段 能够制约素寒真吗 尤其前面已经有个御天机 证明这招真的没什么用 况且进入中英界的素寒真 与外界几乎断联 他抓住花飞花 让叶小柴卖命的举动 到底能为这局 与素寒真的斗局 换来什么 认真不知道 甚至一度还想要用花飞花的死 影响叶小柴对素寒真的看法 虽然只是想象 但是也就还好你没做 不然其一就会显得不了解对手的情报 愚蠢而死 背景花飞花也不是第一次被抓被杀 这点人家可是前辈啊 当素寒真回到苦境 预念王朝也正式进入衰败期 整个王朝没了怀皇 只剩一名其一 素寒真也仅仅只用一个障眼法 就让其一牺牲了自己血痒的英君 甚至英君最后还反噬自己 在最终喜欢其一的破梦感动了她的亚妇 然后就手牵手去退场 但回想起来 其一如果你没有打着要跟素兰真打对台的女智者 你的表现绝对不会令观众诟病 但作为一名主打的女智者 我会不禁怀疑 编剧真的有想好这名智者的定位 真的需要用女性当作主打吗 只能说把其一捧得越高 让观众看到的表现就会更失望 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位女智者 没有那么让人满意的表现 并不是一杆子要打翻了所有正在努力表现的女智者 盖文主要想表达的是 就算到了如今 男女平等的社会中 能可真的做到的平等 就是各私所长 不需要特别强调男人可以 女人野行的竞争意识 当用性别作为一项头衔时 自然观众就会用更大的标准 去检视剧本 想表达的是不是符合期望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男智者军师 打着这样的头衔 但表现的却不如预期 也真的该好好检讨一下 那今天有哪个角色让你印象深刻 还是针对这个议题 你有其他推荐角色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下一次的智者特辑 也许就会有你们敲碗的那些角色 而影片的最后 主要感谢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有需要Sersha VPN 现在超杀优惠千万不要错过 立刻点开资讯栏 或留言区 都可以点入盖文的专属连结优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啰 我是gevin 大家拜拜 关闭影片之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过了吗 而接下来片尾 来跟大家宣传 我们即将开启新频道 听你在那边盖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系闲聊讨论的podcast 都会在这频道里面呈现哟 我们会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们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频道都订阅起来 如果想donate赞助我们的朋友 一样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或者加入主频道 我是盖文牛头大军的行列哟